今天的第三位讲者是高雄大学资讯管理系的曾志毅老师 曾老师的主题是结合校级的永续发展目标之城市设计评量发展经验分享 那我把时间交给曾老师 那我是国立高雄大学曾志毅老师 那很谢谢李教授的邀请 那应该这一次是我第三年第三次在这个推展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分享 那大概第一年我分享的一个范畴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个教学的策略 那第二次的分享就是我自己在教学策略上 我对应的一个评量的方式 那这一次我要分享的是我把这个评量 那怎么跟学校的这个校级的目标 以我们高雄大学为例 我们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那怎么进行这个结合去做评量 那其实这个并没有办法一次就到位 这是应该是今年也是深耕的第四年 就是这三年多四年来 那怎么在学校的一些课程 特别是跨领域的这些院系方面的课程发展 然后教学的策略 那才有办法去做到这个校级的SDG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评量 那我们这个部分基本上是用在学生的毕业 毕业的一个能力的检定 像之前有在一些演讲上 很多学校会用在一个所谓的 假设是大一新生的入学 那他们为了城市设计能力的差异 那进行这个评量上面 课程上面分班上面的一个分野 那但是我们是做在这个 所谓的学生毕业这件事情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个人为什么要去 在我们学校去推动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108课纲 跟明年进来的111年的大一新生 假设他们在国高中阶段 都有基础的城市设计的这个经验 那到了大学这个阶段 我们又应该给他们什么 大概是我们在思考到这个问题 那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在我们学校 一直是在推动非资讯领域的 在我们学校有五个学院 那除了理学院工学院以外 我们学校法律学院 然后人文社会学院跟管理学院 那大概我在这三个学院 配合这个学校的生根计划 那大概是在这三个学院的教学 跟学校的这个生根的规划推展上面 大概是比较有一些心得的 那我个人是在教育部的教育实验计划的第一年 第一年我大概就是对非资讯领域的学生 然后去提出一个议题是教学法 那第一年的这个教育部的教育实验计划的成果 那也很幸运的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 可以被看见 那我个人的一个过程 大概我是跨比较不同的领域 这样大学奠基 然后工作大概做资工 那后期做资管 那说我是大概就是在资管里面 研究社会科技的设计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我比较觉得说 如果我们要对资讯 非资讯的学生去进行这个城市设计教学 那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有感觉 他们的专业是可以跟城市这件事情连结的 这是我一开始在我们学校 我在自己的课程上去推展 或者我这几年来在推展 我一直觉得说先需要回到学生的专业 理解他的专业以后 然后你再把城市设计带进去 然后学生应该他会比 纯粹你把它带过来到城市设计 这个部分对他们的影响 或者对他们的帮助会来得更大的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背景不太一样 所以我对跨领域教学的一个定义 我个人的定义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也是有些老师他们做法 就是你非资讯的学生 他去学资讯的课程 那也可以成为跨领域 但是就我个人我对教案的设计 或议题的一个导向 我个人是会先去理解我要教的这个院系 他们的学生的一个情况专业是什么 然后再去设计教案 那我们在今年可以走到就是把学校的SDG这个目标 然后在毕业之前去做个平良上面的一个新的样态命题 我想这个一路走过来 不是这个学期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像这边我列的像我个人在我们学校有四个学期 就是会去主持一个跨领域教师的社群 那这个社群里面大概我们会去分享说 那对不同的这些非资讯的院系 那什么样的教学议题教案 那会在这个社群里面有一些老师会来一起讨论 那一起研究观摩 那也包括我们就去会去收集校外的一些资源 好像这个计划也有很多的课程资源 会在这个也曾经在我们这个教室社群里面去做讨论 那像上个学期我们加入了电机系跟运机系老师 那这个电机系老师他比较特别是 他就是教那种非常大班的专业的 就是大一的这个物理课 那人数非常多 那他也很有使命感 想要去把承设计这件事情 融入到他的物理教学里面 那像这个学期也我自己个人跟运机系的一位老师 那这个运机系这一班的学生他们都是提宝生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运动技术学系 那里面都是提宝生 那我怎么样把运动数据的议题跟承认设计结合在一起 然后对这些提宝生去进行教学 这都是大概我最近的一个尝试 那我们在整个推动承认设计教学的这个架构 是有一个策略的 除了这个教师社群以外 我们一开始是以人文社会学院 法学院跟管理学院 这三个学院 我们先去发展他的院籍的 院籍的这个特色课程 比如说像管理学院 那可能他们在做数据决策上面 是对他们跟他们的这个背景是比较相近的 那我个人在这个里面 我大概就会把他们的管理的一些议题 那透过R语言跟这个管理相关的议题等等去做结合 然后去开些这些课程 那像人文学院的 比如说这一两个学期开启 AI语义的 那我觉得你只要能够把你想要的东西跟他们学生有关系 我觉得学生的回馈是非常的大的 像这学期上学期在人文社会学院的这个AI语义的程式课里面 那他们就学生就期末就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创意 就是可能现在大学生他们怎么去抒发心情 那看废文就是废的自动产生一个废文 这件事情他们是很有感的 那废文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辨识语义 然后把这些文本相关文本 然后跟这个想要阅读者 他的心情感受去做个语义上的分析 然后产生这个废文 那这个他们某一组的学生的期末专题 也去做竞赛也获奖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让学生真的理解说 那程式设计是跟他的专业有关的 那另外我在法学院也开过两个学期 在法律他们的法条分析 然后法律关键语的分析这些部分 那我特别要分享像我在法律学院开这个课 我本身绝对是没有法律的背景 那为了设计这个课之前 还没有教学之前 大概有至少两个学期的时间 我可能就是会去主动去找一两位法学院老师 然后去先理解一下 可能跟我心目中 比较可以做程式设计的议题的 这样的专专业老师 那先进行一些讨论 然后先我也在学 学这些老师他们 比如说法条 在教法条老师 那他们大概在教什么 那这些东西 我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程式设计的议题的教案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准备 准备的过程 那我们这一个学期 这最近这一两个学期 我们会把从这个院的特色 我们见证的把它下放到 跟系的专业课程去做结合 那这是我个人觉得说 在深耕计划今年是第四年 那到了最后的这一两年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那在我个人来讲 我就会把承认设计 跟原本这些非资讯系的 专业科目里面去做结合 像这边有开一个 叫希腊神话跟影像叙事 那英美文学跟AI设计思维 还有刚刚提到的运动数据 那这些都是系的课程里面 它本来就是这个系的专业科目的 那我怎么样又跟这些老师 事前的去做一些了解 那做一些交流 然后把设计一些跟这个课程 有关的城市设计可能的教案 然后去做教学 反正我自己个人心中的 这个议题式教学法 我的观念就是要先让学 先走到学生的专业里面 他有感觉的问题上面 然后再把它城市带进去 所以在这些的教学法上面 就是所谓的我自己个人 定义的议题式教学法 我不会完全去偏中 这个所谓的城市语法 大概有50%到60% 甚至60%以上 是会让同学在规划力 跟问题的定义力 这方面会去做相当的琢磨 因为我觉得问题的规划力 跟定义力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让他觉得城市设计 是跟他有关系的 那这个议题的问题是什么 你可以从你的专业 那我怎么去理解学生的专业 其实我在像在法律学院里面 教这个法律城市的时候 第一次在教这个课的时候 第一次其实有很多的这些 透过学生的报告 我每一周都有一些小的作业 然后都是要用议题的 其实我自己也蛮有很多的收获 比如说他们法学院的学 在做这个法判案 判案的加分减分 其实他们是有原则 那只要把能够把这些 法这些所谓的判案里面 这些原则把它 判案出来 那就比较容易去进行说 那假设写个城市去帮 帮这些要做这样的判案人 去做大量的这些案例的这些分析 那可能就会对他们有帮助 那我也在学习他们怎么去 去理解这个所谓这样的说法 就是加这样的说法就是减 那这个我觉得 在城市设计上面的一个跨领域 应用上面都可以办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去把学校的新样态命题 其实是有一定的发展架构了 从医院一直到农物到系的 专业科目里面去 那另外我们在我们学校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技职导向的大学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学校并没有去规范说 我们学校22个系 只有9个系 他们城市设计是有必修的 那换句话说 大部分的系 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规范学生 在毕业之前 一定要修过城市设计相关的课程 那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把城市设计课 通过这个教育部教育实验计划 那也有一件 那在议题社教学法这样的一种导向 那其实在这种非常基础的通式的基础程式设计课 我们是教派审 那其实那个期末专题也可以变成一个竞赛的作品 那我们第一次参加 也是从全国这样一两百对 最后19对 那最后可以让学生的这个作品可以获奖 我觉得这对学生的鼓励都是非常大的 那大概就是我们这四年来 我们在生根之前 大概全校应该40几person而已 也许这个数字还是过多的 然后我们到这个学习刚算完 大概全校有66person 是有学生在毕业之前是有修过程式设计相关的 那我们在上个学期是最高的 非知诊类的学生有71.5%是修过 毕业之前有修过的 那这个都是我们学家还没有去规范 毕业前一定要修的一个结果 那我这个今天要分享这个SDG评量 我刚刚一开始就提过 我们是在我们学校是用在毕业的资讯能力检订 然后我们其中有一项 那这个检订 我们在我们学校98年就开始实施了 但是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把 承认设计这个项目 列在这个后面这边有提到 我们总共的五个类别 一开始并没有把承认设计这个项目列在主要类别里面 一开始承认设计的题目是躲在这个记盖里面 那到107年为止 其实我个人是负责这个部分的命题 那从全校400多题的记盖题目里面 那承认设计的题目大概不到10题 那里面的题目还真的都是大概是basic的语法 所以我个人在107月就想要改变 那108起就学校支持 把这个承认设计运算思维 变成了之前的五大类之一 那109之一就是上个年度跟现在开始 我们一直在做命题的转型 我们希望让议题的规划跟问题的定义 也就有点偏向阅读素养 融入在承设计的命题里面 那当然我们是在为这个事情准备 就是111年的入学新增 那后面我会给各位看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转变 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五大类 那原来这个承认设计只是躲在这个记盖里面 那我们把它拉出来 那变成我们108年开始 我们学生毕业之前就要通过这个检定 那SDG其实它虽然是我们高大的 一个我们选的一个校级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教程式设计老师来讲 要让学生去做一个跟他有关系的问题 我觉得SDG的这些目标跟他有172个任务 其实是可以作为那个专案背景 我觉得不是在一个课里面 这么多的目标都要去教 而是说你在这门课里面 你大概跟你有把握的 或跟这个课的属性有关的 那老师是可以去 如果老师是可以去介绍这些SDG的目标 跟他的这些任务项目 那也可以让学生去选择 或者在设计教案的时候 那个规划这个部分 是可以把情境这件事情融入进来 那我个人大概在教学上面会 中后期以后 我就是会导向这个样子 可能我觉得这个课 跟什么样的SDG目标 跟任务有关 我也导向进来 在这个课里面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 一个城市设计的肢检这个项目 我们是希望学生在毕业之前 他要选择这个检定的时候 他至少要挑两个语言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挑法 我们大概非资讯的 比较是Python跟R可以让他去挑 当然他要挑C他也可以 那大概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我们现在还很努力在命题 因为我们这个题目不多 那现在我个人是写了一些 一些所谓的样本 那也希望学校更多老师 他认同了这种 这种SDG融入了这个城市设计命题的样态 然后可以更多老师可以去加入命题 让我们这方面的题目可以更多一点 那我们这个命题的转化 从我刚刚前面提的一开始真的是非常少 那还是还在测BASC 这种非常语法 非常技术语法的这个评量 我们是有做一些不同期间的转化的 我们一开始 108一开始 我们是用去试用这Bibera的运算思维的题目 这个题目我们要用在里面 然后我们后来因为一些版权的问题 我们觉得说就是自己来发展 然后接下第二期 我们就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有规划问题 这本来是纯粹左边这边就纯粹考语法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规划问题 那简单的讲法 那这样可不可以直接导入到电脑的程式运算思维 可能是我们也会测学生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题目的定义问题 那如果学生能够把它看懂 其实要解这一题答案是非常简单 可能这只有一个地方 月份的地方要改 那这个答案就出来 其实不是那么困难 是他要把规划这件事情 跟程式这件事情 把它与我把它绑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SDG的 像我会再把这个SDG有一个4.6 那我会在这个人社院的AI语义里面 这个课程里面 然后也会教这样的概念 然后我会把它命题到这个 我们新的命题样态里面 那这个是法律学院 SDG里面3.4 16.10 这就跟法律比较有关系的 那我就会跟我们课榜在一起 也跟这个评量 毕业之前的评量把它绑在一起 做题目的设计 那这是管院的商业数据分析 那SDG里面的3.3 4.1 它基本上就会跟 这个课程的属性比较接近 那我们除了让学生 在这种课里面的议题专题 其实已经有这个导向 那希望在毕业之前上面的命题 也会把它导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最后 我们基本上是会把这个评量的结果 都会做个统计 那这个统计的目的 我们是想要去理解说 那我们学校这些资源 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校 全校也大概四五千位学生 那老师的资源该投在什么地方 那老师的课该开发在什么系 那什么样课程的属性 跟他们有相关 所以我们这个评量的结果 基本上我们是要找出 能够更进一步去引导他们的院系 然后让我们未来再发展这些 结合这些院系的课程 更有方向感 更有方向感 比如说像运记系的 像人文学院这些系的 基本上是偏低的 那我们就会 一些资源就会比较 往这个地方去投入 把它整个带起来 让我们学校整个平均下来 是比较好的 大概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像这个是我们 我在上学期在 在这位老师 他是西语西语老师 那他教希腊神话 跟影像虚实应用 那他邀请我怎么去 他的课程里面 去把成人设计带进来 那我也是非常的挑战 就是很久之前 我就很关心他的课上什么 那他的学生作业都派什么 那大概 大概就是我真的很需要去理解 学生的专业以后 然后先跳进去他们的 的专业以后 然后才有办法去设计教案 把学生再 再把成人设计带进去 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成人设计 是跟他们的专业可以绑在一起的 也就是总结来讲 我不太希望学生是成人设计学完以后 就是跟他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从一开始在教案设计 就要让学生觉得有关系 然后选择他想要的 然后老师就是辅导 那当然教学上老师会辛苦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这对学生的 未来帮助性是非常大的 大概是我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老师 感谢观看